宣扬于今天宣布正式跟公司Q解除合约,这解除合约的原因很简单,就是宣扬和金小众公布恋心仪式没有得到公司高层的允许,这样的行为让彼此的信任感都消失了,所以就这样解决了两位艺人。 不过随后公司的股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毕竟宣扬马儿的人气是真的很火爆,其实宣扬跟公司的合约其实本身就已经快到期了,所以这么做不过只是提前结束了这段合作的关系。 不过现在比较为难的是金小众,因为跟宣扬的这段合作,才让他稍微敏气上去了一点,现在因为公布恋心仪式,就被公司炒鱼了。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得不潮湿了? 其实宣扬和金小众会被解雇,最大的原因还是欺骗了公司,因为那段时间就已经传出了两人恋爱的消息,公司之后出来回应这个事件,趁恋爱的事情是子虚无有的,相信自己方的艺人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 而只后过了几天,宣扬和金小众就擅自出来回应恋情的事情,啪啪啪把了公司的脸,韩国公司对于艺人的束缚是很大的,因为签了合约之后,就没什么自由了,有什么工作的机会都是公司给的,所以更多的人会选择去单飞,自己去开办工作室,干出自己的事业,宣扬是否会这样做? 跟金小众一起开办爱情工作室,这是不是很浪漫?不过好像已经有下家的公司找炫耀谈合约的事情了,毕竟这么有人气的演员到了哪家公司都能够有收获,只是要看谁家公司,最初的条件更加的吸引他了,只是不知道男友金小众会不会跟炫耀一起过去了,以上就是全部内容,欢迎关注。